真的有錢的 真的準備要算啊 那目前來看的話 美國所謂的有錢人 現在全世界的富豪有錢人 就是淨值 你的淨資產 一百萬美金以上叫做有錢人 那扣掉你的負債 對對對 就扣掉負債 讓有53%的人 他說我想要去拿第二本護照 那最嚴重的是 19歲到29歲 那一些青年才俊 還是富二代的有錢人 有64% 就問他你有錢在美國這麼好 生活你幹嘛要走 他說我們不想生活在 美國再度偉大 這樣的國家裡面 所以這麼年輕的 扣掉想要走 這才是最嚴重的 那想要跑到哪邊去 全世界地球那麼大 他們第一個選擇就是歐洲 因為歐盟你看一本護照 就可以通28個國家 所以他們選擇一些比較 生活費用比較低的 譬如葡萄牙 西班牙 希臘 還有像那個葡萄牙 葡萄牙 西班牙 義大利 這四個國家 結果呢 人家也不歡迎你 你知道為什麼嗎 現在說你們這些美國人來 我跟你說 你們都是只要來這裡享受而已 因為你們都有帶錢過來 什麼投資移民 一般來移民 而且他們都直接在那邊自產 他的《華盛頓郵報》 本來以前的話 他是挺賀錦麗的 這一次《華盛頓郵報》的總編輯 開始要發布說 《華盛頓郵報》要挺賀錦麗 被他阻擋 那這一喊停 二十五萬的訂戶不見了 那這一次我想在 《華盛頓郵報》 《華盛頓郵報》 因為你會被貼標籤 所以你到底是提誰的 對啊 因為大家都想到了 這個二零二一年元月六號 川普在直播的時候 號召他的群眾 直接闖入國會山莊 很多的國會議員都狼狽的逃走 那個記憶猶新 惡夢還在 所以現在全美國有 百分之八十的人認為 選後一定會發生暴動 我昨天在想 我不曉得這個美國 已經從北美搬到南美去了 百分之八十認為 他們國家會暴動 你看這個比例太高了 他們不管任何人當選一定會 據說賀錦麗他們家的圍牆 被加高了 那另外所有的美國 包括像投票 投票區的那些玻璃 都改成黃蛋玻璃 另外還派國民兵去防守 另外還派狙擊手 如果有一些鬧事的話 可能直接就槍斃 這已經非常緊張了 有這樣的緊張 你說全世界最不大的什麼 有錢人啊 越有錢越不大 最不大的是好的人 沒有錢 這個請超越有什麼好害怕 對不對 抓戲 抓倒胎 抓戲都來出事 看來出這個好的人家 所以沒有錢都不怕 才有錢的 真的準備要選啊 那目前來看的話 美國所謂的有錢人 現在全世界的富豪有錢人 就是淨值 你的淨資產 一百萬美金以上叫做有錢人 那現在扣掉你的負債了 對 就扣掉負債喔 讓有53%的人 他說我想要去拿第二本護照 那最嚴重的是 19歲到29歲那一些青年才俊 還是富二代的有錢人有64% 就問他 你有錢在美國這麼好 生活你幹嘛要走 他說我們不想生活在 美國再度偉大這樣的國家裡面 所以這麼年輕人 動不動想要走 這才是最嚴重的 那想要跑到哪邊去 全世界地球那麼多那麼大 他們第一個選擇就是歐洲 因為歐盟你看一本護照 就可以通28個國家 所以他們選擇一些比較生活費用 比較低的 譬如葡萄牙 西班牙 希臘 還有像那個葡萄牙 葡萄牙 西班牙 義大利 這四個國家 結果人家也不歡迎你 你知道為什麼嗎 現在說你這裡的美國人來 我跟你講 你們都是只要來這裡鄉下而已 因為你們都有帶錢過來 什麼投資移民 一般來移民 而且他們都直接在那邊自產 可以花到50萬美金 因為在歐洲的這個房子 沒有美國那麼貴 所以對他們來講 而且這個海岸 我們看到那種海岸 這個度假中心 對他們來講 一輩子在那邊花錢 這非常高興 結果現在葡萄牙說 你如果要來移民的話 我把那個移民的投資的門檻提高 比如說可能以前說50萬美金 就可以現在改成100萬 那另外西班牙說 那個義大利那直接再扣一個10%的稅 你只要移民 我就直接一進來 我就先暫時扣稅 但是還是要去啊 這就是所謂的100萬的一些 一些富豪 但是億萬富豪的話 他的想法是不一樣 頂級富豪 頂級富豪 就是靜值超過1億美金以上的這些富豪 我跟你講差不多有800的 他們現在晚上都睡不著覺 他們有夠可憐 怎麼說 阿堵 怕阿不中堵 現在已經確定 他們已經經過調查 這個富比市的800個裡面 有144個 他們都有捐獻 而且這個捐獻的資金 是所有競選資金裡面 差不多18%左右 差不多18% 所以你現在你如果押不中堵的時候 萬一 那錢之後沒什麼事 你總要被清算 川普一定清算 你如果現在押賀菅莉 我現在知道是 阿關你押賀菅莉 如果川普當選 川普那種人押之必爆 他會放你過去 所以他們現在真的睡不著 他們就很笨 不會像台灣一樣 兩邊都押 他們美國人其實真的有夠笨的 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大家都知道 押川普的是馬斯克 對不對 這個是大家都知道 那後來據說不是有幾個富豪 也在投票前開始轉向了嗎 對 那馬斯克 大家知道他是地球 大家都知道了 地表上 這個第一支持川普的 而且捐超過一億以上的 而且他那個一百萬 據說現在還是可以抄 可以那比爾蓋茲 比爾蓋茲 他是支持賀錦莉超過五千萬 但是他們的企業員工都相反 他們的企業員工幾乎全部都支持賀錦莉 所以不管是看臉書 不管是亞馬遜 微軟 蘋果 賀錦莉拿到的支持的一個金額都超過四十倍 那憲哥的意思說這些科技大廠的員工挺賀錦莉比較多 對 但大老闆不一定嘛 那大老闆比如說 馬斯克是挺川普 但比爾蓋茲是挺賀錦莉 對 那馬斯克是挺到什麼程度你知道嗎 除了出錢出力以外 他還辦了一個抽獎的活動 因為這一次有一個修憲案 美國的憲法第一條跟第二條的修憲案 只要你去連署 你就有機會抽獎 獎金一百萬美金 到現在已經抽了十六次 也就是說已經有一千六百萬美金出去了 那你不就是在號召人家去支持川普嗎 比如說你現在我們兩個人在競選 你如果支持我的法案 你講是講法案沒有講川普 那很明顯的嘛 你就是叫我去支持川普嘛 結果呢 哇 我跟你講 費城就是賓州裡面的費城 東陸的費城 他說檢察官說 你這個是違法的 違法選罷法 結果賓州 賓州是比費城更高嘛 賓州就是他的高一級 法官說沒有違法 哇 你看我一下看 所以他可以繼續啊 所以現在還在繼續啊 那等於就是說什麼 你等於就是鼓勵 怕陸槍的意思 有一點點那種像台灣 那除了馬斯克之外 貝佐斯是不是也是挺川普的 那貝佐斯這一次是 是兩難 因為他不敢講說他挺誰 他自己的捐款 他也沒有像這個馬斯克一樣說 我就捐款這個川普沒有 但是他的華盛頓郵報 本來以前的話 他是挺賀錦麗的 這一次華盛頓郵報的總編輯 開始要發布說 華盛頓郵報要挺賀錦麗 被他 阻擋 那這一喊停 25萬的訂戶不見 所以現在打得這麼火熱 兩個人打得這麼火熱